整個發錢的人那個黃國昌有什麼關係 為什麼那個女生發錢是怎麼回事 你把學生帶上街頭啊 然後有人在發錢 有人在發錢那個學生不見是要帶上街頭 他們都一起去抗議啊 你跟他在一起為什麼你撇清的那麼乾淨說沒有呢 昨天欠他五百塊現在還他 他又不知道他又不能證明 你那個東西都在幫黃國昌講話啦 你都在幫黃國昌講話啦 你拿出證據來啦 跟你在一起出來看你撇清沒有關係怎麼可能 怎麼可以這樣子 有圖有真相啊 畫面都有照片 還有VDO在發錢有沒有看到 你說什麼你要幫他講話 你是不是跟他溢我的 說 那你為什麼要 這麼神聖的學生運動 你怎麼會讓錢來污染呢 你這樣子動機有問題耶 你煩旺中 你煩媒體壟斷有問題 你的動機有不單純 有問題 你怎麼說 怎麼辦 被抓到了怎麼辦 有圖有真相啊 還有影像耶 對不對 幾點幾分都講得很清楚耶 哪裡有問題 人家有問題 好像沒有問題 慘了 黃國昌 就是你 人就是你台 是不是這樣呢 是不是這樣子 走路工就沒有違法 走路工當然沒有違法啊 你即便是收錢去 你也是跟他一樣 你在幫他講話 不能夠推測走路工是黃國昌發的 就算他跟管事發他誰發的都沒有違法 所以這件事情都整個構成了 當這樣的一個言論出來 對觀眾來講 啊 心虛啦 心虛了啦 你看 就是心虛了 他在講說沒有違法 我知道啊 沒有違法 對不對 我拿走路工去遊行 我也沒有什麼對價關係 沒有違法 對啊 你看心虛了 你看正當性就沒跟抽菸一樣 不過我覺得總路工演技不是很好 這樣子就不好 是啊 你看堂堂一個法研所的副教授 長那麼差的總路工 演技又那麼差 做一下功課好不好 找白衣 你看 你看那個 反媒體的觀眾沒有正當性 對不對 觀眾在旁邊看 就看到這樣的狀況 你還一時之間不知道該 怎麼去反應呢 對啊 人家拍到總路工 那怎麼樣 好 尤其是 那個狀況怎麼辦 我跟各位講 到最後我才發現 我跟黃佛商通完電話 他跟我說 我根本沒有跟那些學生 我沒有看到學生 我根本沒有看到學生 其實剛剛各位 如果你在看第一則報道的時候 你仔細細看 那邊都有玄機在裡面 他發走路工是幾點發的 大家都不會去注意到 那個細節的時間 下午四點鐘 走路工幾點來 下午三點二十分 黃佛商幾點去抗議 早上九點二十分 你了解了嗎 有圖未必有真相 有影像未必也有真相 這個就夠了 好 這個我們待會再談 然後先回到他們在Live的時候 林桃欣副總編輯他講一句話說 黃國昌是法研所的副教授 他應該去關心施改啊 但怎麼去關心那個跟你 不大很熟的靈略的那個 什麼媒體 相關的那個問題 在座有誰是學核能的 老師學 只有你可以反而掐了 不行 你學什麼 我們拿走路工來的 設計 你應該去那個啊 去設計東西啊 對不對 你看 可以不會讓總統府 晚上燈打得更漂亮啊 你在關心反而幹什麼 這邏輯有問題 誰說我 只要我學法律 我就不能去關心媒體的問題 這個邏輯有問題吧 難道你要那個專業領執 才能夠關心他嗎 那我想請問一下 電視台裡面的名嘴 哪一個 哪一個人是學外星人的 告訴我 哪一個人是學外星人的 告訴我啦 都是哪一個人 曾經被外星人抓過 每個人都在講外星人 就希朗 邏輯有問題吧 另外 王國昌9點20分到 我後來跟他通過電話 他說我大概不到10點20分 就結束了 因為在那邊抗議完之後 關心這個議題都 小貓聊三隻而已 訪問完之後就結束了 下午3點20分 那一群人才到 因為後來去還原 整個事情的真相 是這樣子 中間 中午的時候還插了一個 叫做東森購物 來抗議生森購物 東森購物是王念玲以前的 他賣給亞馬尼之後 然後後來因為王念玲出來 又弄了一個森購物 搶了他的上架 然後他們去抗議 還插了一個森購物來抗議 然後下午3點20分 那些人才出現 那如果按照他們的邏輯 你把學生帶上街頭 你撇下關係 你要去想辦法去把人找出來 發錢的阿喪是誰嗎 你講出來嗎 你去調查出來嗎 這邏輯有問題 對不對 你指控人家殺人 然後結果叫對方去找證據 你家住哪裡 台南永康 台南永康 那你把他家住哪裡 海北 市林嗎 新義區 新義區 好 我現在懷疑你 多年前市林的那個曾經幾億元的槍殺案 是你幹的 我懷疑你是你做的 因為你跟他有地緣關係 我說我沒有住新義區 他在市林區 因為你去淡水你做幾億會經過 有地緣關係 我說我們相差那麼遠 就如同黃河昌跟那個學生相差 5公里而已 5個小時 你們有地緣關係說 到底是誰 你把人交出來 如果不是你的話 請你去把殺的人講出來 兇手是誰 找出來 我說我跟他沒有地緣關係 有 你做捷運會經過 替淡水做捷運會經過 這個邏輯對嗎 就時間跟空間 來講黃河昌跟年輕學生相差 五個小時 時間是差五個小時 空間 沒有接觸 好 那如果按照這個部分呢 林曹昌 這張照片 陳薇婷也就是因為這張 轉天 這張照片被告 陳薇婷說他 一個老師把這張傳給他之後呢 然後他 分享完之後去夜市吃 一碗頭髮 那頭髮 那頭髮要吃到他 就說 欸 中天公要幫你拿 就是這張照片 如果按照這張的邏輯 我們剛剛看的那個邏輯喔 旺中集團認為說 黃國昌跟那些學生是相差五個小時 空間沒有交錯 就要叫他把人找出來 叫他把 是誰發走路工找出來 那好 林曹昌跟那些走路工的學生 時間 同一個時間點 空間 不大十公分 對不對 你是不是 就是網友就合理懷疑你是自導自燃 這個邏輯沒有錯吧 這就是你們的邏輯啊 你叫黃國昌 把人交出來的邏輯就是這個樣子 那是對嗎 以他們媒體的能力應該他們有能力收出來 以他們的能力應該有能力 他是可以造的那個人啊 可以找出來造成誰 我後來就問了 他們那天採訪全部帶針口 什麼樣的狀況你會帶針口去采訪 什麼樣的狀況你會帶針口去采訪 怕他們不讓采訪 你就可以去思考 為什麼要帶針口去采訪 你事先就知道這個采訪行動 否則你怎麼會帶針口 我們通常會用針口或是什麼 是一些很特殊的采訪行程 你才會去帶針口 否則我們不會去帶針口去采訪 因為畫質不好啊 那你針口你派出來的東西 派出到什麼東西你不知道啊 對不對 各種采訪工具一定是有他特殊的情況 你知道什麼樣的狀況 你才會帶那樣的器材 何以你會帶針口去采訪 就夠妙了 對不對 聽說啦 聽蔡旺旺自己講說 他們找出來不是黃柏燦 當然不是他 那是誰 他說他知道 可是我在這邊不能講 私底下可以講 現在公開不能講 對啊 可是他